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脱了一个倒数第一的位置 所以对于国足来说 只要接下来能够继续保持一个连胜的姿态 那么对于我们国足整体晋级的形势而言 无疑是大为有利的 当然其实我们回顾整场比赛 也可以发现那么国足如此艰难的绝杀 其实也恰恰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 确实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而在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球员表现的尤其糟糕 让很多球迷也是大跌眼镜 大失所望 第一个球员就是韦世豪 那么韦世豪一直以来 他作为一个比较出色的球员 其实也本身被球迷寄予厚望 但是在每一次国足比赛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晋级场比赛 我们可以发现韦世豪的表现真的是相当一般 尤其在这一场去面对越南 这个云南球队的一个比赛 韦世豪作为替补登场 那么并没有拿出一个好的表现 反倒是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脾气非常的臭 那么看到吴脸被别人缠倒之后 他也是直接冲动的 用同样的方法缠倒了越南的球员 并且得到了一场王牌 而且整个过程当中 还因为他的一个防守松懈 在七十几分钟的时候 那么国足被越南搬回了一分 所以总的来看韦世豪 在这场比赛当中 真的是完全辜负了李铁 对他的一个信任 他也没有完全了 他这个位置该贡献的一个作用 而除了韦世豪之外 那么第二个球员就是张希哲 那么张希哲呢 其实在本场比赛过程当中 也给人一种出攻不出力的感觉 虽然说在前面已经把它换下场 但是整个半场的一个比赛 也可以看到 张希哲基本上就是散步接球 并没有出权力 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 体力不行 所以其实整个人跑动起来 都是不行的 所以这场比赛下来 那么张希哲根本没有贡献到 任何的一个分数 他在他应该在的一个位置 应该做出的贡献呢 一点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两个问题球员呢 其实呢也导致中国队整体的表现呢 不如预期 也是在防守方面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终呢 被越南队呢 抓住了一个机会 连进两个球 如果不是五磊最后的一个绝杀 贡献的一个绝佳的进球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队而言呢 这场比赛可能就要惨败 或者说打平分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 也会继续处于一个垫底的位置 所以这一次要胜利 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 这两个球员 另外的话 那么也真的要感谢五磊 他的一个贡献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还是期待 那么五磊呢 能够继续带着我们球队 能够继续前进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而对于一些问题球员呢 还是希望李铁家 接下来呢 要谨慎使用 不要让他们呢 再一次耽误我们国主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了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啊 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我们下期继续